好 現在疫情是維持在二級警戒 但是終於等到了 因為游泳池在今天開放營業 只不過業者想要營業 必須要遵守不少的規定 就民眾說了 規定這麼多會減少去游泳的次數 還有民眾走到淋浴間 看到這禁止淋浴的公告 也氣得大罵 說難不成是讓人想把病毒帶下水嗎 悠悠長陽在水裡好開心 泳池開放第一天 民眾等不及 一早就開心的賴晨泳 但是業者苦春三個月 好不容易攀到泳池解封 卻讓人直呼 乾脆不要開 游泳池裡到處拉起封鎖線 因為想要營業 規定必須遵守 不止水療池 蒸汽湿不開放 就連共用設備 包含吹風機也禁止使用 淋浴間也只能做更衣使用 不能開水 游完泳一上岸 還必須馬上戴口罩 民眾抱怨連連 游泳玩上岸 其實臉部都已經是死的 基本上就我醫護人員的觀點而言 其實基本上他的防禦力 基本上幾乎已經是等於零了 很不方便啊 我覺得還是有點危險 看到淋浴間門口貼上 禁止淋浴的公告 讓民眾質疑 難道是要把病毒帶下水 超麻煩 因為你如果是沐浴完畢以後 假如你再不簡單的沖洗一下 那你等於說是就沒有保持乾淨嘛 而且他這個每一個沐浴間都是隔間的 不可能在隔間的狀況下還會傳染嘛 規定太多減少泳客上門意願 有業者乾脆繼續停業 也有業者硬著頭皮開門 還得接受泳客抱怨 但是防疫相關規定還是得遵守 也希望相關單位能夠再做檢討